康熙皇帝的十三子二心觉罗印象,又称十三阿哥,十三爷,老十三,一亲王。 现今人们对他的了解,可能大都是通过影视剧和作家二月和创作的相关小说。 在电视剧《雍正王朝》中,演员王辉成功塑造了光明磊落,侠肝义胆, 勇谋兼备,可敬可爱的老十三,让人感慨,过瘾,入目难忘。 通过文艺作品的传播,老十三印象的影响力,甚至可以说超过了剧中康熙的其他儿子。 可能大家都知道,艺术创作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历史剧一般原则都是大事不虚,小节不拘。 雍正王朝也不例外,文艺作品中的十三阿哥印象,不乏演绎的成分, 他的形象体现了作者的心中的美好寄托和爱憎。 熟读清朝历史的作家二月和,肯定对十三阿哥的史料仔细研究过。 他经过取舍拔高,围绕侠义精心打造,让这位老十三在康熙的二十多个儿子中, 成为令人最为喜爱的佼佼者。 那么,历史真实的十三阿哥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物? 是否就是文艺作品中塑造的那个形象? 他是贤王还是侠王呢? 查阅相关历史记载可知,真实的十三阿哥印象, 确实是清代历史上最优秀的王宫之一, 但他毕竟是一位亲王。 其功绩此前一直淹没在历史长河中, 并不被人们广为知晓。 如果说雍正皇帝是一朵红花, 印象无疑是映衬红花的最美的那片绿叶。 历史上真实的印象, 贤能的成分更多一些, 并非完全像文艺作品中塑造的狭义之势。 康熙25年1686年10月初一, 印象出生于北京紫禁城, 生母为出身低微的敏飞张家世。 自康熙37年起, 12岁的印象第一次跟随父皇去东北圣经夜灵。 此后连续十年间, 康熙帝只要离开京师, 一直都带着文武兼备的印象随行。 印象的生母敏飞, 与八阿哥印寺的生母梁飞卫世出身差不多。 梁飞出身是新者库剑籍, 敏飞张家世家族世代为乡皇旗包一奴才。 敏飞入宫时只是一名宫女, 生下印象之后, 才被康熙纳为庶妃。 康熙帝早期, 通过勤奋努力显露才华的两个儿子, 一个是八阿哥印寺, 另一个就是老十三印象。 可能他俩都是因为生母家族出身低微, 所以想凭自身努力获得父皇的关注和喜爱。 由史料介绍, 历史上真实的十三阿哥印象尽管才华出众, 但他性格隐忍, 淡薄名利。 印象少年时生母去世, 他由四哥印真的母亲德飞抚养长大, 因此他和四阿哥印针亲密无间。 后来, 雍正帝在给印象的记文中曾提到印象的算学由他亲自教授, 以西幼灵, 屈士亭, 为 陈兮巨处, 笔长, 尊奉皇考之命, 受帝算学, 日式讨论, 每逢塞外互从, 兄弟俩形影相依。 可见, 当康熙帝出巡指代他们其中一个随行时, 两兄弟也会诗书网还。 雍正还把他和十三帝唱和的诗作收在诗文集中, 使印象的少数作品得以传释。 据爱新觉罗, 红旺的皇清通志纲要记载, 康熙47年, 印象受到父皇第一次非太子事件波及, 曾与太子印仁, 大阿哥印之同样被圈禁。 至于被圈禁的原因, 可能是他被父亲认为包庇太子印仁, 但印象被圈禁的时间较为短暂, 并非小说中描述的圈禁十年。 因为在康熙48年2月, 康熙帝寻姓基辅时, 印象仍名列随行皇子之中, 不过康熙皇帝对印象并没有宠爱到底, 后来更是不知道因为何种原因, 开始冷落印象, 对他没有重用和风诀。 实际上, 康熙真是埋没了人才, 因为印象的却文武兼备。 文的一面, 印象汉学功夫比较道家, 不仅是阿哥中有名的棋王, 而且作诗也是行家。 武的一面, 印象的骑射功夫甚好, 有百发百中的能力, 还曾在康熙面前奋勇格杀过一头猛虎。 印象的全部才能, 直到其四哥印真登基为雍正帝之后, 才得以施展。 康熙61年1722年11月13日, 康熙驾崩于畅春园, 依照四阿哥印真继位。 刚继位一天的雍正帝, 就下圣旨册封十三帝印象为一亲王, 并且免去了贝子或贝勒、 郡王承煦, 直接进封亲王。 印象也可以说是雍正众兄弟中 最鼎力支持雍正继位的人。 他拥护雍正, 执行新政, 是雍正最为铁杆的帮衬, 同样, 无比信任十三帝的雍正, 也赋予了印象极大的权力。 印象在雍正朝为总理事务王大臣 监管御林军和户部, 造办处、慧考府、 袁明园, 参与军机处决策, 等于掌握了当时大清的财、 政、 军以及人士大权, 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关键人物。 当时, 印象在朝廷的旌旗仪仗和俸禄, 都远高于清朝历代亲王。 除了开国之初的摄政王多尔滚比印象的权力地位更高之外, 清朝历代亲王都没再拥有印象这么大的权力和高等级待遇。 面对权力和荣誉, 印象保持了清醒的头脑, 兢兢业业治国理政, 千功低调, 不贪婪荣华富贵。 概括印象的业绩, 大致有几个方面。 首先, 印象出任首席军机大臣, 奉命参与帷幄, 竭力维护王朝主权和国家稳定。 印象曾全权负责在全国临选中低级武官, 确保了军队素质和质量。 雍正对准嘎尔用兵时, 他不仅参与谋略, 而且及时有效地保证了转运军事供应, 不仅理财有方, 而且调度得宜。 数以千万计的军需, 全都出于国库, 没有向民间另行摊派, 以致民间许多百姓都不知小朝廷在边疆评判打仗。 其次, 印象奉命殉居大案, 铁面无私, 以礼服人封义朝廷财政。 印象审理案件, 善于去尾存真。 他主持审理大案数十起, 每次审理, 一犯口供都会牵连到朝野许多人。 印象对此极其慎重, 不倾下断语。 雍正登基, 面对康熙末年以来, 积存的许多弊端都亟待解决。 印象领命一使, 便勤奋李氏, 不稍懈怠。 他打破以往常规, 采取规定限期和奖励勤勉相结合的办法, 很快将几千宗旧案都理出头绪。 当时查出户部亏空银250万两, 印象奏请皇上, 针对不同人群的不同情况, 采取诸如直接查抄, 把亏空官员的职位全部冻结, 如线内交完, 一等应声之缺听其声转等方式分别加以解决。 他对一些与造成财政亏空有直接关系的王公亲贵也秉公行事, 毫不容情, 包括十二阿哥吕郡王印桃都被他勒令变卖家产青孩亏欠。 正是凭着这种不讯情姑息的认真精神, 推进窥捕欠海, 促使新朝廷整顿财政取得显著成效。 印象曾总结说, 审安的原则, 先观察其一范的言语表情以洞悉真伪, 假设用诚心去打动他, 用合理的推断去折服他, 没有得不到实情的。 雍正称赞他的话是人人之言, 命各省有私将此言刻成木榜堂鼠, 实时省揽。 再者, 印象能够为国举贤, 以攻心向雍正帝推荐优秀人才。 雍正初年, 面对前朝留下的乱局, 印象积极向雍正帝推荐了多位年轻卫卑的官员。 这些人日后大多得到重用, 诸如福建总督刘世明, 陕西总督查朗阿, 山西巡抚石林, 福建巡抚赵国林等。 这些后来官制都府的各地方大员却有奇才, 他们构成了雍正朝道乾隆初年整个国家官僚系统的中坚力量。 还有, 印象还兴修水利, 治理和换, 推动农业生产。 印象认为水害不去, 则田非无田, 上河营。 雍正三年冬, 他总理水利盈田事务, 经过一冬春的实地勘察, 从疏通河道, 筑堤制闸, 开饮河, 开挖入海之河, 到去田土江界, 开挖沟渠, 他都详细规划, 制成水利图进城雍正与批。 朝廷按他建议设立了盈田水利府, 将直立诸河分为四举管辖, 印象数次亲临直岛, 修河造田, 辟荒地数千里, 牧民耕种, 还聘请南方农民到北方较种水稻, 使经济灾荒挖落地区, 变成了千里良田。 当他得知江南水稻, 自和怀而外, 多致浅塞, 每道雨季, 河水泛滥成灾的实情, 右奏雍正请修复江南水利, 随未能亲自前往, 仍依据属下水利人员提供的资料, 指导规划, 促使东南数十周线河流舒畅, 或灌溉之力。 另外, 印象带病尽职, 鞠躬尽瘁, 印象年轻时便患有风湿性关节炎, 当时称为贺西风, 这个疾病折磨了印象大半生。 雍正七年秋冬, 印象的身体已经被疾病拖累垮了, 雍正帝令太医院使刘生芳任户部侍郎, 专门在印象身边为其随时诊疗病情, 可印象一直不顾病情, 忘我工作, 还在病中坚持与下属翻山越岭, 往来审视。 印象出行时怕烦扰百姓, 长治婚夜使尽以餐, 这种身心俱疲的状态, 无疑加重了他的病情。 雍正八年正月初八, 北运河青龙湾修筑捡水坝, 印象想要去现场勘查, 但已经下不了病床, 只好奏请将此事交予侍郎和国宗都里兼修。 他曾对其一同办理水利的下属说本途变质诸和, 使营缩操纵于五掌之上, 其其一并沉沸, 以以和言三个月后, 印象就病逝了。 最后, 印象能够恪守沉道, 行事低调, 处处谦卑恭敬, 绝不是宠成能。 印象在雍正朝虽身处高位, 却从没有被荣华富贵冲昏头脑, 他始终头脑轻轻, 恪守沉道, 从不敢越位丝毫。 作为四阿哥印真最信赖的兄弟, 印象从皇兄那里获得了诸多的恩宠和荣耀。 雍正元年, 新皇帝传职按康熙年间分封皇子为亲王之力, 赐给十三弟印象钱粮二十三万两, 印象百般迁退, 经雍正再三宣誉, 才勉强收下十三万两。 雍正又援引父皇康熙对待其兄遇亲王福权的立正, 准许印象分封后可置用官务六年, 印象仍是磁现。 尽管印象对于皇兄的恩赐总是竭力推辞, 他还是得到了许多相同地位的人不曾享有的殊荣。 根据雍正旨意, 原来只归他监管的左领人丁全部化归以亲王府属下, 又与亲王定额之外增加一、 二、三等护卫共十七元, 仪仗中也增加暴尾枪, 长杆刀割二, 以突出他的与众不同。 雍正三年二月, 皇帝又以印象总理事务谨慎忠诚, 从有异序的理由, 特在亲王之外又加封一个郡王爵位, 允许他在儿子中任意只封一人, 这在清代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印象坚持不受, 雍正也不好十分勉强, 岁命给他增加奉仪一万两, 以为奖励, 就连死去二十余年的印象生母张家世, 也沾了儿子荣吾华的光。 雍正元年六月, 皇帝又将其原有敏妃封号提高两级, 追封为敬皇贵妃, 同年九月,又奉旨赴葬景陵, 雍正帝甚至都想在死后 与这位十三帝比邻而葬, 印象曾奉命为雍正选择福地修建皇陵, 印象经过反复勘察, 在直立一线泰宁山路 为雍正找到了一块福地, 雍正非常满意, 认为印象立有手工, 就把万年吉地附近的一块终极之地赐给了他。 印象文听后, 却惊悚色变, 皇聚顾辞, 并说, 这等吉地只有大福大贵者才能受用。 自己又在聚此六十里以外的来水县境内 宣定了一块墓地, 认为这才与陈下身份相配, 并再三奏请皇帝赐给自己。 在得到云指后, 他高兴万分, 手舞足等, 当日就前侍卫前往取土, 数日后侍卫回来, 呈看土色, 因为这是皇帝赐予的吉地, 印象竟迫不及待地取了一小块, 手捧着吞到肚子里, 口中还念念有词道, 这样的话, 则陈欣恩而子孙蒙福了, 留下了以王吞吐的典故, 此事在观修清世宗时录, 钦定八旗通至以及内务府当中君言之凿凿, 可见却有其事, 印象去世后, 雍正皇帝十分悲痛, 因伤心过度而大病异常, 即使在病中, 雍正仍不忘命人为宜亲王印象, 修建陵墓, 使其陵墓的规格远远超出王爷陵墓的档次, 极尽奢华, 雍正皇帝为十三帝印象赐予贤的嗜好, 加封为铁帽子王, 印象也就此成为了清朝的第九个世袭网替的铁帽子王。